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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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粉丝说可能是狗狗身上有这个虫子 可能和这个草有关系吧 这个草里面可能有虫子 今天因为最近也下了好几次雨 这个草长得特别厉害 就这几天就长得特别的旺 我今天就把这些草给拔一下 这样子就希望能减少狗狗们身上就不会沾染这些虫子了 我今天就赶紧给它拔一下 我先拿着蚊子 鸡蛋 然后我先拿着蚊子 我先拿着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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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蟹蟹 鸡蛋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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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 马上就完了 最后一点了 狗狗看我太累了 可能让我来休息一下 他一会就过来 然后趴到我怀里 好像知道我累了一样 只是个微妙伴ensa 但是自己先去处理 我肯定要快一点 你又有点谁 我肯定是你 我肯定是你 你们跑到也可以 我肯定是你 我肯定是你 他肯定是你 他肯定不会 我肯定是你 你肯定是你 我肯定是你 我肯定是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终于给弄完了 看我身后这一片弄了这么大一堆的草 大家看看 就是这个网子里面的狗狗们能接触到的地方 这个草全给拔下来了 上次还有一个朋友过来 他说这边有了草用药给打一下 但是我一想担心 因为有这个狗狗嘛 那个药虽然没打在他们身上 但那个农药打在这个草上 我担心它挥发到那个空气里面 对狗狗的身体不好 如果打那个的话很快 估计就几分钟一喷就行了 十来分钟 但是也是担心狗狗们的健康问题 别让它们吸到身体里了 对狗狗们也不好 我就一颗一颗的 花了一下午时间把这个草全给拔了 拔下来这么大一堆草 这样子狗狗们经常活动的区域里面 就不会有那么多草 不会有那么多虫子了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这个草也全拔了